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洞保法的规定是清楚的 洞保法跟洞保法都规定 民眾是不能够使用捕樹夾的 我们可能以为这种传统的捕售夹 已经绝肌了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执行长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现在你桌上所看到的 这些捕售夹是怎么过来的 其实这个在很简单 在网购平台上 很容易的取得 不只是这种塑胶制的 甚至有这种金属制的 很容易在网络上就能够买到 而且在超商就能够付款取货 满桌子的塑胶捕售夹 和金属捕售夹 全都是民间团体从网络上买下来的 有的甚至还附送 可能含有非洲猪瘟的诱饵 实际测试塑胶捕售夹的杀伤力 不比传统捕售夹差 这是淘宝买的吗 这不是淘宝买的 所以我比较惊讶的是 其实你不需要经过大陆的购物平台 你只要是台湾的电商平台 就可以直接购买 实际上网测试 只要打入补薯夹三个字 很容易就可以在网络的卖场 搜寻到商品 这个就是 它说操作简单 一秒打开几关几个补薯 它有讲到这个产地哪里吗 我看一下 没有什么资料 自由品牌 库船500 再到脸书的卖场 Marketplace测试 只要打上补薯神器的商品分类 就可以看到买家和卖家之间的热络对谈 他们似乎对公然买卖售夹 觉得理所当然 很可能不知道已经触法 我们看到这些塑胶的补销夹 下面有贴的制造地点是天津 所以他们的来源有可能是大陆制吗 我觉得有部分可能是在中国大陆制造 然后有些是随着电商平台 直接就寄进来台湾给卖家 有些可能是透过台湾的贸易公司 先到某一个仓储之后 再转寄给卖家 大概是有这两种管道 我们其实很难追查到 它的卖家是谁 但是我们也只能做通报的这个动作 只要说这个网路平台 它是在国内设立的平台 我们都可以具体地有一些公文去做要求 明确地告知这些平台 相关的动物保护的一个规范 就是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不能够流通贩售的 而现在比较困难的 这是境外平台的部分 台湾的法令无法对境外网站产生约束力 这让现阶段的动保法产生无力可施的困难 动保人士认为主管机关必须再加强查气 因为这些东西如果它是境外进来的 也许农委会可以行文给官务署 官务署毕竟它是在把关进口货物的 这一类会伤害动物的这些器械 要加强查气 动物是否能被人道对待 是一个社会的文明指标 民众除了要建立观念 跟残忍的兽夹说不 现阶段似乎也只能靠检举 才能遏止滥用兽夹的歪风 本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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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完